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终于拖了两年 到最后就非常好 因为不单只想到怎样说 还找到一些合意的导演 一起合作 舞台 灯光 非常开心 这个故事很难说 我觉得 这个故事很难说 对你们讲惯了有什么难度呢 因为很真心 很赤裸 还有其实都经历很多反思 有很多时候 人们觉得反思完之后 然后写下一些东西 那个作家就是这样 但其实不是 我们是用写东西的过程来反思 边写边反思 一直写 其实越来越多问题 会想起 为什么当时我的反应是这样 一直写 然后就会发现 这里有个洞 为什么那时候会有一个改变呢 所以要时间 不可以经历完一件事之后 即刻写的 要经历一件事之后 过了若干年 沉淀了 沉淀了 然后才可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层次作品 嗯嗯嗯 才会处理得好吗 我觉得是的 时间都真的帮到手 不要太心急 所以 嗯嗯 花了多久 我 先看一下 我这个主要是讲一次的经历 就是冰岛的一个历程 嗯 我就叫它做简直是一个小型人生 因为真的太风会露转 那件事 当时是2020年 2000年 是的 那些时候 不是 2021年 2021年 那我呢 就去冰岛 去完之后回来 我就不停和朋友讲这个经历 嗯 我实际是抓住那些人在等升降 喂 阿Dee 你先听我讲完 那我讲了 自己讲到某个位置 为什么我这么想讲这个故事的呢 嗯嗯 我想我是直接 这个故事对我生命来说是很重要 我需要上台讲的 嗯 于是就开始一路写 一路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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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今年年头 嗯 是 就是说你和前夫离婚的经历 嗯 我想 为什么把前夫放上舞台呢 其实不是离婚的经历 应该是说离婚之后 我自己去旅行 哦 结果呢 就逼着在 是说离婚的不是 不是 是离婚之后自己去旅行 然后呢 就在整个旅程之中 就是冰岛了 是的 就开始反省人生了 然后呢 所有的喜乐乐都齐了 一个旅行 嗯嗯嗯嗯 那为什么是想离开这个身心地呢 还是特意去冰岛呢 我觉得是逃跑 嗯 就是呢 在 其实很多人去旅行 都是为了逃避 原本的自己 嗯 这次旅行 真的不是一般旅行 真的很多 一些反省的时刻 那还有再加上 冰岛实在太多 天气上的不变了 嗯 接着有 很多危险的事发生 嗯 接着我们又出了 很多不小心的事 你也知道了 始终是一个talk show 始终大家是进来笑的 一次顺利的旅行 是一点都不好笑的 哦 当然 当然了 所以你想想 为什么我可以拿来做talk show 这次旅行 嗯 所有你能想象 旅行的灾难都发生了 嗯 是差在未消了一本passport 嗯 所以非常开心回到来 那不是发旅途之中 你和老公有很多 前夫都很多人不合 嗯 我其实最大的问题呢 不是在那个婚姻本身 而是在于 他在我人生中 这段婚在我人生中 究竟他学习了什么呢 嗯 我试就试过了 是吧 嗯 学了什么回来先 嗯 这个婚姻 这个chapter 是这本书 在我人生中 是多大的 这个chapter 它chapter是前还是后的 还是他原胸 只是一个单一的case 来的 他怎么形成了 我人生网络的部分 其实我真的 在反省这些事情 我想说 一直以来 我都是很引以为榮 我可以很少时间 做很多东西 嗯 这个是我很引以为榮的 就是 你回去看我Wikipedia 就是多长线 就是 yeah I can do that 但是我想不想呢 就是 不是你做不做到 我知道你做到 阿忠女也知道 我知道你做到 嗯 你想不想这样 你是不是真的想这样 那坐下就是 ok 那么 其实不想的 其实很辛苦的 为什么迫得这么辛苦呢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迫得你很辛苦 你就做得好些 其实不是的 不迫得这么辛苦 其实是更好 不迫 ok 如果可以完成到最多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的贡献